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当初送的聘礼啊 都在这儿了 一样不少 咋的了 你们老马家还想退婚呢 不是我要反悔啊 只是现在 现在这眼不全的事吧 你也瞅着了 谁想到你儿子能整出这么多事了呀 让我家丽云一过门就当妈 你去问问谁家的闺女乐意啊 马师傅 您听我说 那孩子我们肯定会送走的嘛 那就等送走以后再说呗 再说了 就算送走 你儿子那名声 他 不也臭了嘛 你家丽云 好歹也是个大夫 郎德贵现在是个啥呀 马夫 马夫咋的了 马夫 看不上马夫咋的 郎德贵 哪情况啊 你回来了 该说的话 我可都跟你妈说了 哎呀 哎呀 马叔 手表挺新的 零号送的呗 管谁送的呢 哎 你把你自个儿的事整明白了 再找我家丽云提新 马师傅 马师傅 您看这样行不行 您哪先把这些东西带回去 等我们把孩子送走了 咱再说结婚的事 成不成 谁说要把孩子送走啊 这孩子我养定了 哎 哎 你瞅了没 这 这 这郎德贵还不思悔改了呢 哎 这让俺家里面咋跟你过日子呀 这聘礼啊 退定了 德贵啊 你个傻袍子 你和我闭嘴 反正这孩子不能送走 郎德贵 你瞅着了没 你儿子就这么护着这小丫头 让我看呀 外边传的还真是真的 这小丫头跟你儿子呀 脱不了干系 你 你 你胡说你 赵贵 别给我把孩子送走 哎呀 妈 你别急 送走 哎呀呀呀呀呀 你送走 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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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送 自己的闺女当然舍不得送走了 俺家里游也不是找不着人家 就不来你家 尝这道浑水了 你看上林浩你就直说 是吧 你老往我身上泼汤水干嘛呀 你让你家把立元嫁给他去 嫁给他呢 以后要嫁给我 老子还不稀罕了 老子 立元 立元 你啥事 你不去追呀你啊 赶紧去追 快去呀 把孩子给我 你呀 都是你惹的祸 老子 糟糕了 这是 我去 五十五的钱 你不是 游泳水 你不是 游泳水 有游水 你对我是 游泳水 你别生气了 我那是气话 你看你 把门开着我 咱当着面 你听我说你别生气了 气坏身子不好 你干啥 干啥 干啥你 你还跑来干啥 你不是不稀罕我闺女吗 你还跑来干啥 我跟你说 那东西可都给你退回去了 你回去点点 干少啥不 人零号比你老实多了 我看是比我钱多 比我官大呗 你 你少给我废话 你给我走 我走 我自己能走 你走啊你 我能走 走还不行吗 走 回来了 咋样了 妈 别问了 累了 累了你也得给个话啊 到底咋样了 他郎德贵凭什么这么牛啊 啊 他不就是觉得咱们马家非他不可吗 觉得你马力云非嫁给他不可吗 说实在的 我把你嫁给他 我还觉得亏得慌呢 千花插在牛份上 他还不稀罕了呢 闺女啊 林昊早就想把聘礼送回来了 咱们就收了吧 不收 你就别钻牛角尖了 今天他说的话 多难听啊 你也听见了 再说了 咱收了林昊的聘礼 他郎德贵 他心里真要有你的话 说不定就把那孩子送走了呢 那爸 咱万一收了他的聘礼 那郎德贵还不把孩子送走 那可咋办啊 那不就更加证明了 他郎德贵 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 他不吃是吗 这 来 郭家 以后 以后你们就是我伴了 好好吃 得老实点 吃饱了兢兢兢兢的 就你吃 行行行 你别着急 来 就是你来的 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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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啥事了 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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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没想到 这林副连长能这么做 太不正义了 为了拍马叔叔的马屁 这一上来就送收音机 浮认机 还送块手表呢 你说这马师傅能不乐意吗 上哪找这么好的女主 台长 你想啥呢 你手里本来的马丽云 那就是主手的鸭子 现在好了 抖抖翅膀跟人家飞了 你磨着啥玩意 飞飞了呗 真是 林文连长 快坐呀 这手表 收音机 缝纫机 我就替丽云收下了 大叔 您别林副连长 林副连长的叫 您叫我林浩 这座亲切啊 像一家人 再说 以后我跟丽云成了亲 还得问您叫爸呢 那是 那是 刚才啊 我在连部接到团部张主任的电话 说团里的领导 都为我这事感到高兴 说结婚当天啊 都要赶过来喝喜酒呢 这我知道 那天我在团部啊 也碰上张主任了 他说我找了个好女婿 大叔啊 你放心 以后啊 我会做得更好 嗯 这我相信 哭哭哭 你哭什么呀 小丧门星 都是因为你我儿子都找不着媳妇了 好 再哭 再哭 把你扔了 好好好 不扔 我求求你了 别哭了 行吗 我不扔你了 我的小祖宫 丽云 你啥意思 你咋想的 你真决定要嫁给林浩了 只要你把那孩子送走 我立刻让你以后 他所有东西都搬走 你明知道 我不会把那孩子送走的 你别跟我赌气行吗 我发誓 我发誓 只要你跟我在一块 啥事都嚷嚷你 孩子不碍事 到时候咱俩再生一个呗 生一个儿子 到时候一男一女多好 儿子生下来就有姐姐照顾他 不用你操心 现在困难的不关系 我省一省两口就有差呢 孩子还不用你带 我和我妈带 不让你累 都怪你别说了 咱俩什么事都好商量 唯独这件事 没得商量 这个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咱俩啥事都好商量 就这件事 没得商量 在你心里 我难道还不如那个野孩子吗 那不是野孩子呀 他是 他是什么 他是你的宝贵哥的 是你的全部 是你的所有 对不对 你给句痛快话 你到底是要他 还是要我 那我要是都想要呢 不可能 你只能二学一 反正我是不会放弃你了 你还好吧 走 什么事 对 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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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INO 我 那 今天见着狼子贵了 这小子心里就没你 要不然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你和林皓的事 回来了大贵 怎么了这是 跟李云吵架了 说话呀 到底怎么了 你要把你妈急死是吧 妈 没啥 就是 就是 她跟林皓定亲了的 什么 这林云怎么这样啊 不行 这事啊 我得上他们家说道说道去 不用去啊 不去 不去这婚事不就还了吗 这事啊 我非得跟他们说道说道不合 好 妈 不用去了不用去了 去啥玩意儿啊 来 饺子好了 来 儿子 咱娘俩喝两重 成 我陪您喝 不是你妈唠叨 这马丽云真有本事 昨个退了咱家的拼领 今儿就收人林皓的动作 我算是把她看明白了 妈 吃饺子 吃饺子 咱不提这糟心事 来来来 是 咱老郎家呀 没她这媳妇照样过得好 那是她老马家不开眼 赶明妈呀 给您找一个比她还漂亮的 我就不信了 我儿子还找不着个媳妇 对 妈 您这么想就对了 您看着 我一定给您找一个 能生大胖小子的儿媳妇回来 好 就你这信 妈喜欢 咱明儿我就叫人给您去找对象 让你挨个的挑 来 妈 来 赶一杯 干 要不 这么着 妈 您看这孩子到咱们家也有些日子了 还没个名呢 要不您给起个名得了 就我这文化 我还取名呢 我 取名是教书先生的事 你妈我一个接生的 我取啥名我 好歹你也是他奶奶不是 我算啥奶奶呀 求你小子嘴好 看您说 您就是他奶奶 这孩子不能没个名 您想想 还是这孩子生的好 白白净净的 就跟咱北大荒下的那雪一样 这太阳一照啊 能把人也晃花了 要不叫朗雪 朗雪 不好 听着冷冰冰的 灌冻人的 行 叫 叫春雪 春天里的雪 画了还能种庄里 春雪 郎春雪 对啊 这名好 小丫头 你有名呢 你叫郎春雪 记住了啊 这名是你奶奶给取的 郎春雪 郎春雪 朗德贵 干啥啊 那孩子 真就比我重要吗 喊啥玩意儿 小雪没了我 就活不了了 你没了我 没准还活得挺好 对吧 我恨你 有啥恨不恨的 聘礼都收了 还扯啥玩意儿 打今儿起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有啥恨不恨的 也没啥爱的 四姐啊 你知道你是父亲远近闻名的 要先查 帮忙 帮我家德贵说个媳妇吧 不是我不想帮 是我帮不上的 你说你家德贵 突然之间多了个闺女 这事传得可快了 你让我咋跟女方说呢 帮不了帮不了 我求你帮忙 求求你了 你不能一辈子看着我抱不上孙子 当我们老郎家断后啊 不是我不使劲 是我使不上这劲 你说人家要知道这内情 谁家姑娘乐意啊 我还带着照片呢 你看这张好 来 给你找照片 你啊 不行再关那个 给我找一个也行 远点的不怕 求求你了 我家里还有孩子呢 我先走了啊 求求求求求求我 大妈 到时候我肯定谢谢你 好好谢谢你 求求求求 走了走了走了 渴死我了 我也渴死了 给我先喝喝 月致 这次进山 可怕我想死了 说好不去不去 你骗去 我不是想多挣点钱 让你过好日子吗 明天别走了 那哪成啊 这都是老植树开的 让我回来拿粮食 我要不进山 得帮人吃啥 月致啊 这回一走啊 又是十天半个月的 还不把我得闷死啊 我跟你说啊 这孩子是个累赘 刚开始的时候 人家都挺满意 挺高兴的 可以说你有孩子 你转脸就走了 妈咱别模糊了 成梦 人不愿意 咱就别强求了 那样去回家 那那不别扭吗 啥话吗你这事 你还叫上劲了 你事不急了 可我还着急抱孙子呢 团长 团妈 你在这儿呢 有个女的找你们家来了 女的 长得还挺好看的 没准谁自己找上门来了 快快快 跟我回家去 妈 你别瞎张罗了 好像我跟没人要似的 你调不调价啊 我还没先调价了 你以为你现在 还是过气的你啊 赶紧着回家呀 不行 我这儿有事呢 你这 行行行 你先忙着 我回去看看到底是谁 忙完了 你赶紧回来啊 你准儿还真是来相亲的了 快走啊大妈 走了走了 你小心点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哪儿来的女的 我也不知道啊 你给我站住 姑娘 你找谁 找我 您是郎德贵他娘吗 对对对 我是他娘 我找郎德贵 快 屋里坐 屋里坐 来 快进来 快进来 姑娘 来来来 坐这儿 坐这儿 快请坐 大娘 你这是干啥呀 您看看 俺们家鸡 自己下的蛋 尝尝 这姑娘真懂事 来家里还带东西 快坐 快坐 这就是人的孩子吧 长得真俊呢 谁俊谁喜欢 姑娘啊 你跟我们家德国认识啊 认识 在哪认识的 路上 路上 在路上还能认识 我们家德国真能整 姑娘 你多大了 我二十六了 二十六了 不小了 该成亲了 大娘 我早成亲了 结婚都五年了 啥玩儿 你结婚了 那你来我家干啥呀 要钱 要钱 你要啥钱呢 大娘 是这么回事 你儿子吧 撞死一头驴 那头驴呢 是俺们生产队的 这不连理说了 每个月一号 从你儿子公司里边扣钱 配俺驴钱 你看看 今儿都几号了 他到现在都没把钱给送来呀 俺琢磨着的可能是忘了 你看 俺这不就来了吗 你就过来了啊 你是来要钱的 我说我儿子的工资全让谁拿走了 大娘 我们没钱拿 你还要拿多少啊你 你也太狠心了吧你 你还让不让我们过日子 你还有脸来呀你 大娘 你别让我大娘 你这是干啥呀 你说我干啥 走走走走 你 你咋这么不讲理呢 你儿子撞散的驴就该赔 谁欠你们钱啊 我什么不讲理啊 出去出去出去 他撞完的驴 他就该赔钱 再说 出去出去出去 你给我站在 拿走 拿走啊 拿走 你不要你这个货鸡蛋 走走走 他撞死了也该赔钱 你 我喷你个屁 你快哭哭啊 快哭哭啊 快哭哭 哦 睡觉觉 猫来了 狗来了 笑着宝宝睡不着呢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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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李天爷 哭了 哭了 好了 一天到晚就是哭啊 他也不知道累的啊 你以为伺候孩子那么容易呢 一阵风就能吹大的 你也是妈一把使一把尿 把你拉扯大的 还是我来吧 您歇会儿啊 那你去头把毛巾 给孩子擦擦脸 妈 妈您怎么了 没事儿 有点儿头晕 过去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不是 你到卫生所看看吧 你最近老是头晕 嗯 知道了 看你这小丫头 把你奶奶累的 嗯 嗯 那个千万别忘了啊 知道了 大妈 大妈您来了 您是身体不舒服了吗 你是跟我说话吗 大妈 您要是不舒服 咱就里边看看 我没事儿了 大妈 我看您脸色不好 咱们还是进去看看吧 嗯 我不想看了 大妈 您还是让我给您看看吧 来吧 走吧 大妈 大妈 您这血压怎么这么高啊 大妈 您这血压怎么这么高啊 是不是紧张啊 你两个血压我紧张什么呀 那是不是最近累着了 是 我累的 都忙啥呀 怎么累 忙着相亲啊 你们家不是把彩礼退回来了吗 不知谁呀把这事给说出去了 哎呦 那说亲的人啊 一波接一波上我们家来 门都推不开了 是吗 你别说 你看现场那么老远呢 东来 附近团子里那人更多了 还有关内的人 照片一大堆 我看都看不过来 眼睛都挑花了 大妈 您别这么激动 您一激动啊 血压就容易升高 这血压太高了 就会有危险 有危险 对 所以您平时啊 别太紧张 也别太激动 早休息也别熬夜 这紧张我是不会紧张的 可是你不让我激动呢 可不行 你想啊 那么多的漂亮闺女 都想做我儿媳妇 我能不激动吗 大妈 那孩子还在你们家吗 在呀 我们家德贵 那可是真正的男人 一口唾咪一个丁 不像有些人 就知道背后搞人 我 我明天 就要和林皓领证了 大妈我求求你了 你能不能跟德贵再说说 你让他再想想行不 明天 领结婚证 领就领呗 你不也想嫁给林皓吗 好事啊 大雪睡吧 睡着香着呢 最近跟李云有来往吗 没 我一养马呢 我又没个生疮害病啥的 我跟人一大夫来往啥来往 行了行了 别跟妈说气话了 我可告诉你啊 李云明天就要结婚了 李云说了 只要你把小雪送走 她就不跟林皓结婚了 妈知道你舍不得李云 你有啥话呀 赶紧这今晚上就去说 不然明天人家就成别人家的媳妇了 干啥去啊 出去脱口气啊 干啥去啊 出去脱口气啊 李云呢 她还不睡啊 明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 爸 你先睡吧 甭管我 还想着朗德贵呢 还想着朗德贵呢 闺女啊 别怨爸 爸不是不想让你跟他好 可是他做的那些事 你能跟着他呀 别学着爸现在心狠 你呢 将来你就知道爸好了 爸 睡吧 你也早点睡吧 不想着她 也不想着她 寻思维 不想着她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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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去啊 德贵 德贵 德贵同志 早点 我听这马浩同志反应 说你在这儿干得不错 没想到这还真适合你 好好干啊 我和李渊啊 去团里登记了 刚领了结婚证 等我们办喜事 你得过来喝喜酒啊 德贵 你也别怪李渊 这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这是自然选择 适者生存嘛 你啊 就是逞能 充好汉 白白丢了这么一个好心 后悔了吧 以后 你得长点迹象 后悔 你看我像后悔的样吗 以后会有人后悔的 光办个证算啥碗子 结婚证呢就是张纸 知道不 真正过得好 那才像一样 不是你啥意思你 妈 别疯了 你等媳妇过了门 你再疯也不迟啊 那也得预备着呀 你啥时候给妈 娶个媳妇回来呀 妈也就省心踏实多了 妈 好饭不怕晚 好媳妇指不定 正从哪儿往咱们家跑呢 别愁 吃药吧 等你想起来吃药啊 完了 我早吃过了 你那心里还有妈吗 全在那小雪身上啊 媳妇呢 哪儿呢 你急啥嘛 我不急行啊我 你看那李云都嫁人了 可你呢 你又提这玩意干啥 我不提他我提谁呀 哭哭哭哭 他再又哭了呢 哭哭哭哭哭 这不知道我们老郎家 是该你的还是欠你的 你再哭啊 哪天我给你送人了 那可不行 那可不行 哭哭哭哭哭哭 是啊 咋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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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走一下 干啥玩意啊 看啥玩意啊 把门叫合计公事的 你欠我们队上钱 我欠你们队上啥钱我欠你们队上的 驴钱 驴呀 驴钱 哎呀妈呀 你把我们队上驴装死了 什么啊 驴 这驴钱我按月肥着 这还没完没了了 朗大棍 你就实话告诉你 这回事大了 别人家那老爷们出事了 鼓鼓鼓折 腰椎鼓折 躺在炕上不能动了 这事跟我有啥关系啊 咱就没个关系 你说这个清清 你要不把这孩子那驴撞了 啊 没有这当事 你那老爷们能上山干活混蛋啊 能说猪子帅下来 不是 哎 驴钱我赔 他帅下来也得我负责 这什么道理啊 你甭管什么道理 反正跟你有关系 你现在就想 赔人多少 怎么赔啊 先上人家来看看去吧 看什么玩意儿看 看什么玩意儿 看人家摔成什么样呢 庄主啊 你这是咋整的呀 你看看 还得没有咋这么苦啊 你咋就成这样啊 还以后更咋摆 咋整的这是 装什么傻 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没有驴带大事 庄主能弄成这样啊 你不撞人家驴 你不撞人家驴 能出这事吗 你不撞人家驴 能出这事吗 照你这么联系 那他家大大小小的事 都跟我有关系了 你还说对了 以后连夜之家的活 都让你包了啊 那可不行 这有你这么命令我的吗 你要说他家有事儿 让我帮个忙 我学雷锋行 你这么命令我 你性质不一样了 性质咋不一样了 这连夜之家的活 让你一个人干 还便宜你呢 你应该把他们 对面的活都给包了 算了 把男人要好好的 谁先到我家干活啊 双手要是好不了 别别 不是 小小剑 你还有啥要求你提 行行行 不就干点活吗 有啥大不了的呀 我答应了 干还不行吗 你看我都答应了 你还要咋的呀 我咋的 男人你就这样了 我还能咋的 不是你正经找个大夫 没准就好了 郎德贵 你等一下 这无组日无纪律你 啥玩意儿 川岭海 火雪 林浩 回来了 丽云 中午吃啥呀 你别吃呢 洗个手再吃 去洗个手 饭马上就好了 好 这结婚还是好啊 原来回家哪有人给我做饭啊 冷锅冷炕冷灶 来 川岭海 林浩这饭都好了 你怎么还做 怎么了这是 这啥呀 这是我的日记本啊 哎呀 马丽云 我说自从咱俩结婚后 我就觉得 你怎么一直都不太开心啊 原来你这心里 还变你这郎德贵呢 我没有 这是我结婚前写的 里边啥也没有 就给我了 啥都没有 这是什么呀 啊 咱俩现在结婚了 你是我媳妇 你这心里 不会还真想着郎德贵吧 我跟你说你 林浩 这日记本是我自己的东西 以后你就别动了 咱们 我媳妇的东西不能看啊 没咋了 啥事都没有 你想多了 吃饭来吧 来吧 吃饭了 吃吧 鸟鸟 尝尝我今天做的菜 好吃不好吃 吃啊 丽云 我告诉你 你现在已经是我媳妇了 不管你菜做的好吃不好吃 我都得吃一辈子 你记住了 除了我林浩 谁也不想尝一口 要吃饭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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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